美奥利 中华好声音 澳洲好如瓶 我爱美奥利 正宗好奶粉 正宗好声音 大家好 这里是由澳洲著名乳制品品牌 美奥利独家冠名的 美奥利澳洲中华好声音 我是韩如瓶 同时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的赞助商 澳洲著名百年乳品企业 澳天利乳品公司的荣誉品牌 美奥利独家冠名赞助播出 澳天利公司旗下拥有 美奥利 金奥利 澳天利三大乳制品品牌 自从2011年起 与摩尔本著名企业奥华集团合作 开拓中国市场 2012年初 奥华集团成功收购 美奥利 金奥利 澳天利三大品牌 中国附加经营权 其本期 奥华集团是 摩尔本著名多元化 国际化 投资性企业 澳天利乳品销售 奥十瑞灭菌仪器 澳华移民 香港澳华国际化育 上海澳天利 江苏澳天利等公司 然后马上有请我们的下一组选手 他们是Cecilia和程若曦 有请 ikonos 泰泽 迈克 晚安 就别再违了 别问我会受伤 判开体轮 我已经习惯 不然又能怎样 这个真实还没说话 爱情只是安慰的转弯 年华里灿烂 千叶甜蜜幻想 谁当着谁就相当 既然以为你会不一样 但为什么你要不一样 因为寂寞太乱 虚构出的温暖 美丽又能尝到天亮 前进转弯 我跌跌撞撞 带着迷风云搭转 是心是忘 还比较简单 却有心又不甘 这个城市太坏伟传 爱情就像以后的一样 离开之后 却把灯都忘了快 让梦做得太辉煌 我以为能够有你在身旁 但是谁更留在这身旁 那本来听到死 这首歌要不要再一直弄 有心要遇吭 啊 这首歌叫着好聚 好散 别说你对我感到愧疚 别说你会永远想念我 我知道孤单这条路怎么走 请你不要安慰我 My love 晚安 别放在心上 我只受了远伤 只是受了远伤 我们提到一条路上的课程 我已经在这一条路上了 我从三条路上了 我已经在这一条路上了 我已经在这一条路上了 我们才在这一条路上了 我已经在这一条路上了 这边叫Cecilia 她唱歌在骨子里头 很有意境 这个嗓音很漂亮 亮出来了 但是到后来 逐渐就没有开头好了 这个是逐渐越来越进入状态 其实我在这俩选歌的时候 我是考虑了很久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 就是Cecilia不认识中文 所以她完全是靠拼音 靠听这个发音来记这首歌 那么她昨天还给我发短信 问我老师我可不可以拿着歌词上台 因为我没背过 我当时以为她不用功 所以没背过 结果后来来了以后 我知道今天我才知道原来她不认字 那么确实是很难为她 那给她一点掌声来 那么 然后呢 这个因为Cecilia 我只是在比赛之前我才听到她 她的这个声音 因为我们安排有一次她是因为她 她肯定感冒没有来 那么到现在呢 嗓子还是不太好 所以 但是我很喜欢她的 她的音乐素养特别特别的好 她的声音就是很有灵魂的那种感觉 那么若曦呢 若曦的声音实际上 若曦欠缺的是对自己的那种自信 若曦身上缺一点自信 她总是觉得我唱不了那么高 我的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但是实际上我是很喜欢 很喜欢若曦的这个声音的 她的声音很实际上很迷人 很不一样 但是 嗯 那么可能在情感上 她就没有Cecilia表现得那么的 那么的充分 所以您的选择会是 这样吧 这个 我选Cecilia 恭喜Cecilia 来我来问一下若曦啊 受了点伤 没有啊没有 现在感觉还好 还好啊 其实这个我觉得还蛮正常的 因为我本来基本功其实就还 我是前段时间才从那个 王林玲老师那里学会怎么说 用气用肚子唱歌 哦 不好意思 没关系 没关系 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观众朋友 或者是你的导师说 非常谢谢王林玲老师这段时间 因为也很耐心 然后我还安排两次练习 然后就非常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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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谢谢 来去跟王林玲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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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